黄埔军校 黄埔军方面则是更多 如果说是解放战争是黄埔军校同学之间 打仗不点也不为过 而随着战争快结束 黄埔生的命运无非三种 一被俘 二战死 三根蒋介石去了台湾 而被俘虏的黄埔将领 后来表现好都获得释放 并给他们安排工作 如王耀武 杜玉明 黄维 范汉姐 郑栋国等人 按理说做了俘虏 就等于归顺了我君 应该令蒋介石最痛恨 要知道 蒋介石一直主张面对走投乌路时 我黄埔弟子应杀身成人 而做了俘虏是蒋介石最痛恨的 如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中 被我君俘虏 当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 大骂王耀武不配做我黄埔弟子 但凡事都有意外 在黄埔中名将中 有两位黄埔将领 他们虽是我军俘虏 但在病逝后 受到两岸同时追悼的将领 第一位是郑仲国将军 他毕业于黄埔一期 在八年抗战中 绝对算是一位抗战英雄 参与过长城血战 宝定会战党战正栋国 督打得十分勇敢 后担任荣誉议师师长 血战昆仑官打出机械化军排军的威风 后又参加运争军 后又担任朱印军新义军军长 要知道 这支军后来成为蒋介石手中五大王牌之一 而首任军长并非孙力人 而是郑仲国 在盟军大反攻时 指挥运争军收复缅北 扬威国外 展开全文等到了解放战争时 他担任东北副司令官 但随着东北战局一点点恶化 蒋介石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防守 这时郑仲国率领第一团兵团守长春 共十万人 之后 长春被消敬光兵团包围的水泄不通 但没有蒋介石的军令郑仲国 没有率部突围 选择继续坚守 面对东北战局必败情况下 蒋介石才下令让郑仲国他们突围 但为时已晚 第一兵团挥 下六十军起义 我军攻入城中 在走投乌鲁的郑仲国举枪自杀 但被副官拦下 长春就比解放 当蒋介石得知郑仲国没有杀身成人之时 蒋介石并可以怪他 并且说 郑仲国已经尽力了 直到1991年1月27日 病逝 中年88岁 但是 他也是黄埔生中为数不多 同时受到两岸共同追悼将军 还有一位是杜玉明 他可是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救火队长 战东北 淮海 先后与我军几位名将都交过手 东北临帅 淮海素司令与刘帅 可见势力之强 然在抗战中 杜玉明也是一位能征善战之将 率领第五军在昆仑湾一战成名 之后又运征 虽说最后率不从野人山回国使部队伤亡过大 因此 也成为杜玉明军事生涯中一无点 而其他战役都取得不小的成就 一位货真价实的抗战名将 可惜 在解放战中 为自己校长蒋介石冲锋陷阵 最后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 从此开始战俘 生涯 直到1959年12月4日 杜玉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 出来后呢 他在周公安排下 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1981年5月7日 因患肾衰竭事时 享年77岁 杜玉明也同时受到两岸 共同追到黄浦将军之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